毕业多久了 毕业有六年了 六年了 我想我发现问题啊 就是你二十岁大学本科毕业 而且跟我是校友 你十六岁就读本科 北师大的 对啊 你们校友啊 对对对 你上学期间认识我吗 我听说过您 他的名声好吗 对 名声非常好 张萌你问他说 你在学校听说过我吗 你这个问题是啥意思 没有 因为我在北师大 担任研究生会主席 整个学生这一块的工作 都是我们来负责的 因为他年龄比较小嘛 所以比较就是会引发 我跟上风总也在谈 可能会有一个问号 毕竟这不属于一个 常规化的一个时间 那他肯定有他的特殊天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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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学比较早 我也是五岁都一年纪 你 哦 没看出来 哦 杨总 杨总 我是您的用户啊 我知道您也投资了 那个几米科技对吧 然后我们家电视就请你 电视年和创始人 对对对对 我们家那个电视就请你 来吧 你还有谁认识 一趟水说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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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来到《非几魔术》舞台 其实在座的这个写家 就是他们走在写 都是我非常心仪的企业 所以就稍微地做了一下 深入的了解这样 你看啊 这姑娘闪现了 她的第一个优点啊 就大开局面 而且面对于王上峰和张萌 对她的年龄上的质疑 对吧 她没有一点点情绪上的抵触 所以这是姑娘的一个优势 是吧 来 说一下你那六年的销售经验吧 那我头三年呢 是在上海的一家外企 做了销售市场品牌 所有的工作基本上 说句实在话 她做销售我们还挺意外的 她看着不像一个销售 做品牌的倒像 你做过那个面对面的销售是吧 我们当时有跟快销品合作 然后去帮他们做录演 对 那你这些工作跟你的专业 可没什么关系啊 这个法学专业吧 它是我的父亲帮我选的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因为我父亲呢 他是移民女师 然后 子称副业 对 他非常想女称副业 所以他当时就是帮我选了这个专业 你四岁读书也是他的建议吧 对 就是 你父亲对你很严格 可能是妄女成风 为你一个小秘密 你父亲小时候揍你吗 揍我 揍我揍得非常狠 有一次我记得他要打我 然后我妈就说你快跑 然后我就直接蹲蹲蹲跑下楼 反正是绕着跑了一大圈 对 你妈说你快跑 而不是揽着 说你快跑 我随后就来 对 这是我小时候发生的真实情况 然后就是 我妈觉得就是父亲在教育孩子 那其实你应该给他教育孩子的这种权利 所以我猜 你也是一个很强势的人 呃 没有 其实 其实我我在学习 陈维总的女性柔力量 对 来 我们回到你身上来 回到你身上来 今天面试的岗位是什么 呃 我想求职市场和品牌 那你如何来描述你的市场品牌能力 举一个案例 曾经做过的 赶紧说给我们听 啊 这姑娘肯定很优秀 待会会抢的啊 因为前公司有保密协议 所以我就简单的把这个事情给描述一下 对方呢就是死磕不下来 然后我当时也是发动了就是所有的朋友的力量 知道了他大概就是每个星期他很固定的 每个星期六会去那边打高尔夫 等到他的时候 然后就趁他在休息室的时间 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就跟他详细描述了一下 我们能演示一下吗 他这还算是一定的这种接触性技巧 嗯 对吧 来 我们请吴胜过来假装打高尔夫 谢谢吴总配合 好 来 你在这打高尔夫啊 他在这等着你啊 来来来来 你这是 你这是汤姆猫 来来来我们现场演示一下看看你当时的公关技巧 好球好球 吴总好球 好远啊 这个郑重甜点 然后声音非常清脆 我刚刚在门外都听到了 然后过来一看是吴总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那个某某公司的小飞 然后我今天其实就上一次跟您说的那个事啊 然后今天我是带了我们的那个全套的那个东西过来了 然后您看您 我现在简单给您想描述一下这样 然后详细的资料呢 我可以发给您邮箱 那要不然我们打完打完再谈 可以来吧 那我就换衣服了啊 对 换高尔夫 没了 就没了 没有 那既然都已经能跟吴总打高尔夫了 就是说明我们的这个交谈的机会更多了 对 让我们看看你的师姐是怎么公关的 来来来 张萌 看看你的师姐 是解决的是谁 解决的是吴胜 好的 好的 我看他一面走过来都带风 爸爸 你打你的高尔夫 来来来 我们把那个洞挖大一圈啊 可以栽一棵树进去 你是吴总吧 是 昨天晚上我在国贸79层看你吃饭了 你跟对面那个女生在一起 长头饭那个 你知道她是谁吗 你看错人了 不是不是 那女生啊 是我闺蜜 你不认识我老婆吧 不是不是 完全纯业 我别多想 她跟我是这样说的 她说就是 整个全行业当中在比价 但是你们公司呢 资质稍微差一点点 不过可以努力这件事情 那我跟她好多年发小了 彼此之间都有相互关照 我觉得还不错 我可以帮你去使把力气 但是呢我还是 哎呀就是 有一个挺大的一个难题啊 你看我们公司现在业务发展 速度也挺快的 主要我们主推IP呢 是土雷老师 我们现在就在想 怎么把土雷老师的影响率 扩得更大 所以特别希望跟你们公司 在这个板块进行合作 我觉得怎么样 你们是好朋友是吧 是的 故意密码 对不对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怎么样 你觉得你师姐表现得怎样 我觉得师姐落落大方 高雅可热 对非常好 来吴胜你来说一下 在刚才这样一个 赌客户的过程当中 哪一位让你的感觉更好 刚才张萌在跟我交谈的时候 其实他是这样的 因为有时候生意的时候嘛 首先第一个我会告诉你 哎我们有个共同的朋友 希望你有一定的安全感 第二个的话呢 事实上我再告诉你 我有可以和你作为一个 等价交换的 其实很多生意的时候 讲究的是公平的交换嘛 是的 所以第三点的话呢 你得不是在 不是在暗示我的话 没有没有 你完全多想 土耐老师有一句话很经典 叫做心里有什么就能看见什么 我心里什么都没有 我心里什么都没有 我对吴胜是有巨大意见的 因为吴胜属于上去什么人 都能搞定他 你知道吗 那你来一下 你来一下 我觉得张萌失败的 为什么 是失败的 因为整个上来的表现是老板对老板 甚至于老板对一个小老板的姿态 不是一个销售员对老板的姿态 角色定位错误 所以他对这个女孩没有参照 有道理 你这个野光独到 谢谢 好 谢谢张萌 来 请回 吴胜请回 你要求薪资多少 我希望是八千 有地域限制吗 我希望是在上海和北京 第一轮选择 去火雷 还有十一盏灯 天生我有才 来 职场青山课堂 领导说25岁买不起房 说明你 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一直给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很聪明地在应付着这段流程 我不知道你现在求职的目的 是不是特别的明确 包括你的职业规划方向 从你过去两份职业履历来说 一个北市大毕业的学生 其实做这两份工作 我觉得会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你现在又在找现在一个销售 所以这是我疑惑的一点 非常感谢您直外地提出这样的问题 上一段工作 因为大家全面放假的状态 然后一年几个月都是这样的状态 那其实我内心我有点接受不了 我是一个就是 我想要去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人 那我看你的这个工作六年了 但是这个基本薪资的一个增幅 其实非常的小 并且下一份工作 你要求其实还是八千 所以我不知道你到底在这个工作中的价值体现 跟你的收入是怎么去结合着看的 因为在市场这个部门 它的薪水并不是说直接反映 你一个人的价值和工作能力 对 然后就是包括我在这个职位上 那我的提成其实要看它的综合吧 这样 子言是这样子言 我了解了 虽然我灭灯了 现在台上有十一盏灯还会晾亮着 但我还是不得不提醒你一下 因为我觉得其实整个来讲的话 你的一人性非常好 但我觉得你有点过于的面面俱道了 就是你在整个 虽然你是做市场的 但我觉得市场其实目标感都会很强 那你要把你市场的特点 和你能够给企业大家价值 要更多去表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你刚才在包括跟吴慎 在这个对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觉得你其实一直都是 想要去跟他去套近乎 但你其实一直没有你真实的 把你的目标去 很明确的去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我希望你在 接下来的十一盏灯当中 努力的去把你的方向更明确 这样我觉得可能 对你找到一个好的工作会更好 把你的话跟李春雨的话 结合在一起 李春雨刚不说了吗 你在小心的应付这套流程 这姑娘吧 一直脸上是职业性的微笑 从小被父亲追杀 父亲对她要求十分的严苛 所以她从小就练就了一套斗智斗勇 跟强势性的人物周旋的技巧 但现在后来在做市场和品牌 这个过程当中 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 的确如杨蓉所说 没有看到你主动出击的工作方法 工作风格 以及成功的案例当中的一些 基本方法论 没有听到 就一直看到就是 我们谁说你都能对大如流 而且调子都是一个调子 而且不会刹不会刹车的 然后别人一打断你 你马上立刻 你先不好意思的起来 就我从一开始 其实特别心疼她的那个童年啊 当后来我慢慢就觉得 你有点不自信 后来我觉得你非常不自信 其实强势的父母造成的孩子 其实很多情况下 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有一些惧惧不安 就是有一些力求完美 就是有一些力求 跟你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和谐 和那种迎合的概念 生活不应该活成这样 说句实在话 你看他今天成熟的打扮 他其实才二十几 他才二十六岁 但是我们看上去 完完全全像一个职场老手 像一个三十四十岁的人一样 有一点默契的感觉 你会放轻松一点 好吧 你不需要每个问题 都回答那么完美的 你是真烂知道吗 在这个台上完全失真了 来 第二轮选择去活力 还有一盏灯 清疼得你的人是我 来 说一下你的职位和薪酬 我可以给你一个 合伙人助理的岗位 然后薪资就八千吧 我觉得可以看出他认真 但是 我觉得自信可能靠 身边周围的环境 慢慢地给你 来吧 你想问问什么问题 我想知道 咱们的晋升的空间是什么 是这样的 这个合伙人呢 现在管着很多的事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想来说 找可能包括运营啊 包括市场啊 然后我们在想 干脆就找个助理 做的哪块特别适合 就升到那个的岗位上去 比较随意哈 但这是真实的我 没问题了 考虑市民 深夫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谢谢陈总 对 但是我之前的工作就干这块了 我还是想在市场这块生根 感谢你 我一点都不意外 母校一来人 我就特兴奋 就说的是心里话 为什么感觉中间有点生分感呢 就是因为好像中间好像要能够离你的心很近 需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才可以 但实际上面对老板的舞台 其实我们都是希望能迅速跟你完成心与心之间的连接 来判断能力 能判断意愿 能判断意向这件事 这个过程其实总体评估下来有点时间长 我特别希望我的师妹子燕 能够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其实可以不断地通过做好一件事情 立即完成职场方向的确认 第二点呢就是 我也欢迎你经常私下跟我互动互动 因为作为北市大人 我还是特别希望能够跟自己的校友 能够长连接 一起助力 加油 谢谢张宏姐 这番话说得不错 面试到这儿 我不知道春雨你怎么想 我觉得姑娘特别适合一种工作 就是营造场面的工作 接待也好 这种这种大型的这种客户见面 这种她特别适合 你看她的工作工程当中还做过文蜜 今天其实真正市场方面的能力表现 其实并没有怎么看到 但我们可以看到她在场面上的一些东西 还是不错的 素养在这儿吧 好吧 好 谢谢张宏姐 但人不能永远活在场面当中 还是可爱的 好的 好 再见 谢谢老师 我觉得今天有一些老师做我的评价 我觉得是不太 我不太认同的 怎么说呢 因为在今天这个面试的场合 那首先我是要展示出自己比较好的一面 然后其实也是我自己的原因 没有说出自己的缺点 那其实我也是有很多缺点的 因为人无完人最大的缺点 是我比较急到一点 就是遇到事 可能就直接就马上就去做了 我个人非常尊重和喜欢陈老师 对 然后没有去他的企业 是因为我对自己的职业规划 还是说我想在生根市场这一块的方向 对 然后也非常感谢陈老师为我留根 谢谢